安安,我是莫仔,我们来看看这周更新了些什么吧 现在有视频改良酒杯活动,现在杀怪可以获得不完整的力量宝玉 宝玉可以换取改良酒杯,或者1比1交换酒杯碎片 现在为了准备夏季乐园泰达米安,推出了新泳装时装 可以在珍珠商店购买 现在登陆就可以在外挑战任务领取船只装饰和鞭炮箱子 现在夏季乐园泰达米安开幕前有夜市举行 在夜市可以跟NPC购买不同的料理 甚至可以用银币跟NPC购买一小时的灵药 现在玫瑰战争正式赛季将会在7月14日开始 经过上几次的玫瑰战争后,进行了大部分的改良 现在索拉雷获得的证物进行了增加 而且可以交换的每周物品进行了增加 现在季节角色毕业时,不会再删除未使用的黑精灵通行证道具 现在据点站和占领站的分流如果只有一个工会的话 怪物将不会消失 只有两个以上工会参加,怪物才会消失 现在检举功能新增了可以选择检举种类 刺當你不用, call me in the morning, I'll be on the way call me when you want, call me when you need, call me about your name I'll be on the way like 我愛你